大家好 今天老五和大家分享的 是Mamiya C22、C220、C33、C330双反相机 镜头自主拆镜改口方法 这机型的Mamiya双反相机 是可以换不同焦段镜头的 常见的Mamiya双反相机 配镜有以下规格 Mamiya 55mm F4.5广角镜头 Mamiya 65mm F3.5广角镜头 Mamiya 80mm F2.8标准镜头 Mamiya 105mm F3.5中焦镜头 Mamiya 135mm F4.5中焦镜头 Mamiya 180mm F4.5长焦镜头 Mamiya 250mm F6.3长焦镜头 这些镜头都能轻松改口到 当今的各品牌数码相机上使用 现在我们就开始拆这镜头吧 将镜头反转看看镜头后端 镜头锁环上都有两个凹口的 用一个颈子开镜工具将锁环拧松一点点 然后就能用手拧下镜头的锁环 锁环拧出来后就能拨出镜头了 这只是摄影镜头 等一会还要拆下它的快门的 我们继续拆剩下的取景镜头 这里有一个外接闪光灯插座压住镜头边沿 必须要将这插座拆下来后才能拆下镜头 用螺丝刀拧下这两个小螺丝 这插座就会松脱了 继续拧下镜头的锁圈 就能将镜头轻松拿出来了 镜头拆下来就是这样子了 我们先处理这支自带镜尖快门的摄影镜头 在安装改口配件之前 要先将快门叶片拆除 常见的拆除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拧下镜头前组从前面拆 拧下前镜组后就能看到这个金色的锁圈 将锁圈和一些零部件拆下 就可以看到快门组件了 把快门叶片剥开 并用一小点胶水粘牢 然后回装拆下的部件就行了 另一种方法是从镜头的后面拆 用螺丝包拧下后面这几颗小螺丝 然后往后小心拖出这部件 就能看到快门叶片了 用镜子将快门叶片取出 回装原拆下的部件和螺丝后 就可以安装改口配件 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 不管是用那个方法拆 在拆之前都要牢记配件的原位置 否则在回装的时候就容易出问题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安装改口配件吧 我们依然是采用联众开发的 资助改口配件进行改口 这个是改口配件 这个是调校总成 我们先改这支取景镜头吧 将改口配件拧到镜头上 这改口配件的周边有三颗锁定螺丝 用螺丝刀将这三颗螺丝拧紧 最后接上对应机身卡口的调校总成 将镜头光圈独树调整至正中位置后 拧紧这颗锁定螺丝 这支镜头的改口就完成了 另一支摄影镜头的改口方法 也是一样的 今天的自助改进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和点赞 大家对我们的视频如有更好的建议 请到留言区留言交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